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老师将张卓买到的所有宴品对应的珍品 全部收购了回来 珍品存放在港口区的仓库里 包括那幅东湖泛州图 王老师希望袁婷能够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那些艺术品可以让她活得很富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亭是你吗 你怎么知道呢 脚步声 我很熟悉你的脚步声 那么多个失眠的夜里 我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你会给我送来 调了郎姆酒的牛奶 让我能够快点入睡 你不要自作多情 我当时没下手 只不过是因为毒药不好弄 我需要时间 是 是我自作多情了 但我希望 事情了结之后 你可以做回自己 我难道不想做回自己吗 不可能了 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是你毁了我的家 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你偿命 天经地义 收起你那副 仿佛慈悲的嘴脸 恶心 不过你说得对 这一切 是该了结了 我难道过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查到账号的乘车记录了 十二日十六点从林省出发 十八点到达卫明市 十三日零点从卫明市出发 两点返回林省 此外 酒店还查到了 袁婷借用医药箱的记录 他在十三日凌晨四点左右 借用过酒店的外伤喷雾 很可能是在行凶的过程中 被领带勒伤了手 毕竟想要勒死一个人 就算对方不挣扎 也不是容易的事 两份资料的纸质原件 稍后我直接送到你律所 是袁婷与张卓及其妻子的 亲子鉴定报告 袁婷与他们夫妇二人 DNA匹配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确定是亲生的 报告的出具时间是前年的十二月十七号 与袁婷的离职时间吻合 说是私密性最好的私人诊所 结果还不是一切向前看 确实是这样 领带上没有留下指纹 和其他可提取的DNA 原庭是家里的护工 就算在现场找到头发之类的东西 也不会引起怀疑 有什么东西 是只能出现在案发当晚 而且还是袁婷带来的呢 我对花卉品种研究不深 上大数据中心的百科网站 试图对比一下吧 合印集团和政府 每年投给大数据中心的资金 可是天文数字 自然 大数据中心的技术水平 也是全球顶尖的 一定能查到 确定是碧玉台吗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暗发当晚 出现在沙发附近的人 只能是去过临省的园亭了 因为碧玉台是当地特有的品种 离了当地的土壤和山泉 很难成果 整个卫明市上下 应该只有我爸闲来无事养了一盘 那盆花里的土和浇花的水 都是专门从临省运过来的 费钱又费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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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这片花瓣收好 它可是改变本案结果的 最关键证据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跟我来 这边走 别怕 从窗户上跳下来 我会接住你的 不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没想到 我不要 你的 你也会 你会 你你会 那么 你已经 从来 小心创屋的滑道 不要崴到脚 火还没烧上来 不用慌张 咱们慢慢来 好了 没事了 你安全了 不用谢我 如果不是帮我查案子 你也不会遇到危险 肯定是袁婷 她一定是听到了我们讨论案情 知道自己败露了 所以想杀人灭口 就算伤不到我们 也能拖延我们的行动时间 我们现在就去港口 去的仓库 通知研队 去那里抓人 对啊 袁婷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才放火 而不是在我们怀疑到她身份的时候就下手 我猜她一定是想看我们能不能在书房中找到东湖泛舟图 现在她知道了那幅画的下落 没理由不去取 我发现我和你的鞋还真是有缘呢 走吧 我车上预备了一双 上次的案子之后 我不是一直说要答谢你吗 我没别的擅长呢 就给你设计了一双鞋 让意大利的匠人手工制作的 今天刚送来 特意放在车上 是想等工作结束后送给你 当然 也怕你又穿着高跟鞋工作不舒服 有个替换 没想到 最后居然是这样派上用场的 这大概也是你和我的缘分吧